京華塵埃民眾黨輪番宣獎 百分之二十榮獎合理 黃珊珊臉書更引用都市計畫法 臺灣省施行細則替柯文哲辯護 卻紛紛被議員打臉 引用法條明顯錯誤 而黃國昌日前宣獎時 同樣口徑已至 陳柯師傅給百分之二十榮獎合理 黃國昌還說百分之三十榮積已轉 使微經集團花錢購買 沒有圖利問題 但許淑華馬上打臉 他們並不是全數去購買 而是一部分是捐地 一部分才是用現金貸金來購買 所以他為何要幫省慶金 做這樣子的擦枝抹粉 這也讓我覺得蠻奇怪的 難道這個所謂的這個公關費的部分 是不是大家就應該要趕快論功行賞呢 被許淑華批評榆木混珠 黃珊珊黃國昌解稿前沒回應 不過頻頻替柯文哲發聲 被解讀可能有這用意 我覺得好像是提油救火 並不見得是幫助柯文哲 反而讓檢察官會更努力去辦 更用力去辦 這樣對柯文哲並不是有幫助的 所以是不是有滅科的行動 現在外界也做這樣的質疑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雙黃現在的動作太大 反而會讓剪掉動作會更大 搶著幫柯文哲說話 難免讓人聯想 是為自己在後柯文哲時代的下一步來撲路 三雄黃日節時選台北裁縫報導